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安堂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高老师感谢您哦 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九章 那我来讲解,这叫做class level的这个数据跟函数 那什么叫做class level呢? 那相对的叫做instance level 那instance就是对象 就是对象,也就是class的一个元素 这是元素等级的,这是类别等级的 那类别呢,是一个集合,是一个set 那这个instance呢,是一个元素 所以是元素等级的一个,也就是对象等级的一个是类别等级的这种数据跟函数 因为我们之前所谈的这个数据呢,都是储存在对象里头 储存在对象里头 但是,事实上在这一个OOP里头呢 那这个类别本身也是一个类别本身也是一个对象 那所有这些我们所谓的对象,可以讲都是这个类别所创建的 好,所以这个类别呢,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妈妈对象 就是妈妈对象 所以这个妈妈,那我们的产生的对象就是小孩 所以妈妈本身也是一个对象 所以它本身也有数据 所以它本身也有函数 所以这叫妈妈等级的数据跟函数 那么,我们传统上面 原来所看到的叫小孩等级的 这一个数据跟函数 OK 所以我们就会帮你介绍 这一个class label的这个data item 就是这个数据项 OK 也就是属性 也就是attribute 也就是attribute 然后这个是属于这个function 也就是它的行为 就是class label的 那么android的这个class label的 那我们就是来举例 就是在android这边来举个例子呢 让你看看我们所学的这个东西呢 对于你在掌握android的架构跟技术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有用的 然后呢,再来 我们现在所谈的都pand到java 那我们看一下c++的部分 那这个在java跟c++呢 它这个所谓class label的 那它有一个关键字 有一个keyword 这个keyword 它有一个keyword来做区别 所以这个keyword呢 叫做static 叫做static 就叫静态的 所以如果我们一般讲的 在c++跟java 我们讲了这个静态 那么就是 意味着 就是class label的 静态的 就是class label的 ok 好,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class label的这个数据 那又称为共享 共享的意思就是 这个妈妈的数据呢 是小孩子大家都可以来用 所以呢 叫做 这个小孩子共享的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instance 就是我们的object 所共享的数据 那又称为static 静态的数据 ok 好 那这个比较常用 因为 它有一个关键字叫static 所以大家比较常说 它是一个静态的数据 但是静态的数据 我们要了解它的意思 就是妈妈等级的 相关的数据 ok 那只是妈妈等级的 这个数据呢 小孩子可以来 使用它 所以又称为 这个小孩子共享的数据 对不对 所以同一个类别里头 各对象 所能够共享的 之前我们在类别里 所所定义的数据项 其数据的value 数据的值 都是封装在对象里头的 别的对象呢 要透过函数 等等的 才可以拿得到 等等的 并不是说很容易 都是大家都共享 ok 因为它是属于各个对象 自己私有的东西 所以才放在对象里头嘛 那共享数据呢 是放在对象之外 也就是 对于各小孩子的对象来讲 因为它是放在妈妈对象里头 比如说 这一个A 那100 对不对 100 那这一个各小孩子呢 要跟妈妈拿 才拿得到 因为这个是妈妈的数据 ok 所以呢 这一个一般的数据项 封装在对象里头 就因为它是放在对象里头 但是 这一个 这个是叫对象等级的 叫instance label 这种 的变量 那共享的数据呢 是 是属于这个类的 所以它又成为 叫做class label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Java的代码 Java代码 所以这里有一个叫static 在这里 那static呢 就是 它是静态的 那它是 属于这个class 的一个数据项 那这个静态的 在我们的电脑内部 还有另一种特别的意义 这个意义呢 就是这个的 变量 它是在 一般而言 它是在loading time 在loading 就是把这个 把我们的 软件呢 load了进去 memory的时候 它就已经创建了 已经创建了 就是load的这个class 进去的时候 它就已经创建了 所以它是静态 它的意思呢 其实是来自这个概念 是来自这个操作系统的概念 就是在loading time的时候 就已经定案了 已经定案了 那这个static的相对 它的相对词呢 就叫做dynamic 所以这是来自于呢 这个操作系统的 这个记忆体的内存的管理上的概念 叫动态的 那什么叫动态的呢 什么叫动态的呢 这个叫动态的 这个new叫动态的 这个是在执行的时候 你看 它会进来执行到main的时候 所以这是 在 这一个东西是在 这个叫at loading time 这个呢 是at 在这个run time 是在run time 所以这个在run time 才创建的对象 我们称为叫动态的对象 OK 因为到底会生产多少个 会new多少个 要看 这个代码执行的 一个情况而定了 而定 如果你这么加一个if and else 那么到底new几个就不一定了 OK 那静态的话 是loading time就知道了 它占了一个多少空间 就知道了 OK 那这成为叫做静态的 OK 好 那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里的 所以呢 我们来先来看看文字的说明 这个static呢 就是说明了 这个temp temp呢 是一个class label的一个资料 那这个数据呢 可以让这个instant大家来共用 共用 所以呢 time save to temp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就把这个 从我 从time 的对象里头 对不对 time对象里头的sary 把它存到妈妈的 这个temp里头去 把它存到 存到这个妈妈等级的 这是妈妈专属的 之后呢 再从 这个temp再把它load 放到这个peter 所以peter就可以显示出来 因此呢 就从这个 把time的sary 把它 copy到 这一个 这一个peter的sary里头 再把它display出来 所以 这种妈妈等级的 这个数据呢 各个对象 都可以去取得 那一般的是属于 对象 时有的数据 所以像这个 就是 time里头的 数据 所以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妈妈 这个class 的妈妈 这个 的数据 那这个是小孩的 一个是tom 一个是peter ok 那这个就是 他的数据 这个是他的数据 ok 好 那tom跟peter 各有一份 名字 跟sary的数据 好 而整个employee的类 class level 他妈妈只有一个 因为class只有一个嘛 class这一个 所以对象呢 就能够 来取得这个temp的数据 这样子 那 所以呢 任何对象都可以 来启用 这个temp的数据 那事实上 因为妈妈只有一个 所以只有一个temp ok 那么 大家 小孩子都可以来用 所以呢 就tom tom save to temp 就把 tom的sary的值 copy到 temp的变量里头 那 load呢 再把它load到 到peter 所以呢 从这里 把sary的值存在这里 再把它load到这里 结果它两个的 的 薪水是一样的 所以 共享数据呢 除了公 对象之间的 勾动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呢 就记载类别的 啊 这一个 因为妈妈嘛 记载类别的 这个状况 啊 那 最明显的 就是妈妈 一定会记得 她生了多少小孩 所以你 问任何妈妈 说你生几个小孩 那么妈妈都会知道 那请问 这个妈妈的 生了几个小孩 这个数据呢 要存在哪里 当然存在 这一个 啊 妈妈的 变量里头 所以呢 要问这个class呢 总共 生了多少小孩 那一定要存在 静态的变量里头 啊 所以你看 这个一开始 啊 load进来的时候 就创建了counter 也创建了sum 而且直接就给他吃子啦 出子啦 对不对 好 那每次创建 一个employee的 对象的时候 一定会来调用 这个構造式 那调用構造式的时候 每次产生一个对象 就会来执行一次 構造式嘛 所以呢 構造式里头就 给他一个counter加加 啊 counter加加 因此呢 小孩子的 每次创建一个 他counter就会增加一个 好 这样子 然后呢 每个小孩的sery都会加到这个sum里头 因此呢 妈妈就可以知道 他生了几个小孩 而且呢 他的小孩总共 薪水呢 啊 多少钱 ok 那接下去呢 那接下去呢 我们就可以来给他做display的动作 给他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 到底呢 到底呢 这一个 到底这个counter呢 总共有多少个empoly 然后呢 总共平均 多少薪水 ok 多少薪水 所以这是 啊 这是一般的 这一个 啊 一般的 这个函数 那一般的函数呢 可以来 存取这个妈妈的 啊 这个变量 可以存取妈妈的变量 ok 好 那这个 啊 都是 ok 好 那我们就了解的 这一个基本的 最 大家最常见的用途 就是妈妈要记录 他到底生了几个小孩 ok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看 他生了两个小孩 啊 你有两个 那都会去执行 empoly的构造式 在执行构造式的时候呢 就会把 counter加加 会把他薪水加起来 之后 就可以去计算了 就可以去计算 他的 这个总额是多少 啊 平均多少 啊 这样子 ok 其中呢 counter呢 记录的列别中 有多少个对象 上者储存 各对象 sullery的总和 所以呢 我们到最后会把它 啊 这一个除起来 就变成平均值了 啊 所以计算机在开始执行的时候 电脑在执行的时候 创建第一个对象的时候 那 啊 这个 啊 共享这个数级变量 就创建了 啊 也就是说 啊 在这一个 啊 不是创建第一个对象 他是说 他进来的时候 啊 这个 empoly的对比的内容 啊 就是 啊 就是说 这里来讲 应该这里有一种疑病 啊 就是说 在计算机执行 然后呢 这一个 啊 因为 第一次 啊 他是 这里头是这样 就是说 第一 什么时候会把empoly的漏了进来 就是第一次用到的时候 啊 用到 这一个 啊 这个empoly这个类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把它漏了进来 所以呢 一般来讲是在创建第一个对象 就是 第一次用到empoly的时候 就是 会把 这里应该加来 加来 啊 就是 会漏的 会漏的这一个 在这个时候呢 会做漏的 这一个 啊 class的动作 会漏的这empolyclass的动作 那在这个时候呢 啊 因为loading time 所以就会 把这个 empoly的定出来啦 会把这一个 啊 tent 把这一个counter呢 建起来啦 啊 这个时候会把这两个建起来 OK 啊 那建起来之后呢 马上就会去 啊 这一个 执行 就创建 这个对象 创建这个对象 啊 所以呢 其实来讲是先load 啊 其实他的动作是 先load 这个class 第二个呢 再来创建 第一个对象 OK 是在 好 在load的时候 这一个 啊 这一个counter跟temp的 counter跟sum已经OK啦 已经OK啦 啊 而且呢 他就设定了出值 对不对 啊 就是 在loading time的时候 啊 在loading time的时候 那 这个 共享出击变量 就建创建了 而且设定了出值 对不对 好 那 这个时候呢 这个类别的 妈妈的内容 就是这个样子的 啊 这个样子的 OK 然后接下去 才是第二个动作 才是 啊 第二个动作 OK 才是第二个动作 当这个e1 啊 就开始被new啦 被创建了 就会执行构造式 OK 就执行构造式 所以这边是 电脑开始执行的时候 啊 那么 他就会 这里会用到 unpoe 所以他就会漏得进来 漏得进来的时候 他这个 两个 啊 妈妈的变量 就已经建起来了 建起来之后 才 开始 啊 new 这个对象 所以开始 new这个对象 这个时候会去执行构造式 就先把各数据的 对象的 啊 把数据呢 存入 各数据中 啊 就是 他会 在这里头呢 在这个 啊 他先把这一个 做初期 把对自己的 自己的 的 变量 把它做个初期值的设定 再来呢 来 啊 把妈妈的counter 加1 再把妈妈的sum 把它加起来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啊 首先 他去执行构造式 先把 他自己 啊 incident label 的这个 啊 数据呢 啊 先做初期值的设定 之后呢 再执行 啊 跟妈妈的 把妈妈的这个变量 把它加1 啊 就把它加1 然后呢 再把它 sum加起来 这都是对 这个妈妈的 这个变量 啊 就把 E1的sary的值 加到上里头了 因此呢 这个就 你看 刚刚是这个先有 啊 之后再加这个 再加上那这里之后 再把这个值呢 加1 啊 所以 第一个动作 是这个 那第二个动作呢 是 创建一个对象 第三个动作呢 把这个加1 然后呢 再把这个东西加过来 啊 这就是 这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 counter的值为1 啊 角式呢 unfo e 已经创建一个对象 那再来 在创建1 2的时候 他又来执行unfo e 的构造式 啊 又把那个 啊 又把做 e2做初期值的设定完毕之后 又把counter加1 sary又加到上里头 所以呢 这一个 啊 这里就里加了 又把这个东西加进来了 啊 这边又加1了 要加1了 ok 所以呢 啊 1万 含有 四项的 啊 数据 就是 所以1万 如果这样合起来 他总共有 他自己两个 妈妈两个 那 e2呢 也有两个 ok 好 那这时候呢 1万的 妈妈的 是 两个共享的 啊 两个共享的 所以才叫做 共享变量 啊 共享的数据 ok 好 那我就先 讲到这里咯 那以 刚刚所讲的 是属于 静态的 这个数据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会再来谈 这个 class table的 函数 函数也有 也有妈妈的函数 ok 好 谢谢咯